温病调变 清代一家无堂住 第二章 上胶篇 第十六节 本文已翻译成现代汉语普通话 下 此外 疹子并不都忌讳泄药 只要节虚微通 不可过度谢谢 以免导致内虚下陷 治疗方法可以在中胶篇中找到 汪施按照三春柳 又称为西河柳 观音柳 尽管途经别录没有载记 但自从谬西雍广笔记中 开始推崇其治疗疹子的功效以来 使用此药的人逐渐增多 然而并不清楚 寒疹需要引发 而温疹则不需要引发 对于温疹应该使用新凉药 而不应该使用新温药 类似于木棉沙的药物也是如此 对于疹子 应该以泄药为主 既用生药和收敛药 也不适宜用降药 以免干扰中下两胶的功能 对于伴有腹泻的疹子 治疗应该偏向含量尖因 主要处理中下两胶的问题 清宫汤的配方 原餐心三前 莲子心五分 竹叶卷心二前 莲翘心二前 膝脚尖二前 磨充 莲心脉冬三前 加减方法 当谈热盛 加入竹力 离枝格五池 咳嗽谈不清 加入瓜楼皮 一前五分 热毒盛 加入金枝 人中黄 逐渐出现神荤 加入银花三前 叶二前 十昌仆一前 这方计属于咸寒甘苦的性质 主要用于清理中胶 所谓清宫 是因为中胶宛如心脏的工程 在这个方计中 所有的成分都是与心脏有关的 因为心脏无时无刻不再跳动 而且心脏能够入心 所以可以使用清阳和疏泻的药物 来滋补心脏中源源不断地生气 从微细之处拯救生命 火能让人昏迷 水能使人清醒 当神智昏尘时 往往是水不足而火过旺 同时伴随有灼灰之气 并且在这个方计中 以砍挂代表体 圆餐的味道属于苦 属于水性 可以补充离中的虚弱 西角的味道咸 具有驱除晦灼 解毒的作用 所谓灵溪一点通 它能通畅心脏的气血循环 颜色黑色 具有补充水分的作用 也可以补充离中的虚弱 因此选择这两位药物为主要 莲子的味道 同时兼聚干 苦和咸 到生根 从心脏走向肾脏 可以使心火通于肾脏 同时也可以使肾脏的水分 上升至心脏 因此被选为辅助药物 颜翘心能褪去心火 卓叶心形状尖锐而中空 可以通翘清热 因此作为左药 麦冬之所以用于此方 是因为古经记载 它能治疗心腹气质 胃气不畅 胃脉断绝等情况 试问去掉心脏这个药材 怎么可能解决气质 胃脉问题呢 麦冬富含少阴鬼水之气 生长方式横生 根颗相连 有的有12枚 有的有145枚 恰好对应手足三阳三阴之落 共有12 加上任麦尾翼 都麦长强共14 再加上脾脏的大落 总共15 这与人体的经脉落一一相符 充分体现了 其与人体的契合之妙 只有圣人才能体察事物的象征 洞悉事物的情感 使用麦冬来通畅经脉落脉 因其功效 将其命名与天冬并称门冬 因为冬季主要是必藏之实 门则主要是开河之道 说明麦冬有开河之功能 然而 其妙处主要在于其心的功用 古代并没有明文记载去掉心脏 张尹认为 此举可能由何人开始的 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无法改变 经过细致考究后发现 自从桃红锦开始 这种现象就有了 因为桃氏受到了诸心入心 之说的迷惑 将人们困扰之一与与麦冬混淆 不知道麦冬是上品之一 长期服用可以使人轻盈 怎么可能令人困扰呢 三树草以及其他的药物 虽然都有心 但都有助于消除困扰 人们都去掉了他们 桃氏去除麦冬中的心 是智者千律诗衣 这个方济唯独使用了麦冬的心 用以散去心中汇灼的组织器 所以将其用作成药 安宫牛黄丸的配方为 牛黄一两 玉金一两 西角一两 黄莲一两 朱砂一两 霉片二钱五分 射香二钱五分 珍珠五钱 山枝一两 雄黄一两 金箔一 黄芹一两 所有成分都要研磨得非常细 然后用老蜜制成丸 每丸一钱 用金箔作为丸衣保护 麦虚的人服用三汤下 麦食的人可以使用银花薄荷汤下 每次服用一丸 这个方济可以同时治疗 飞湿 足绝 无辅 中饿 对于大人和小儿 由于体内火热导致的抽搐 绝逆等症状 对于体虚病重的大人 每天可以服用两次 严重者每天三次 小儿可以服用半晚 如果不知道 可以再服用半晚 这方济认为 某些芳香物质能够净化肮脏 对身体的窍门有益 它具有寒性 有助于保护肾脏水分和安定心神 同时也有泄心火的作用 牛黄能够获得日月精华 有助于通达新主之神 膝脚可以治疗百毒 血鬼和胀气 珍珠得到太阴之精 可以通达神明 同时和膝脚一起补充水分 以解救火热 玉金草 梅片木 雄黄石 摄香 都有精血之香气 将它们合在一起使用 可以消除闭锁的邪热 特别是那些深藏在绝阴部位的 使之从内部透出 清除邪汇 恢复神明 黄莲可以泄心火 枝子可以泄心与三交之火 黄琴可以泄胆肺之火 与其他香草一起使用 可以一同驱散邪火 朱砂可以补充心体 有泄心的作用 结合金箔 可以清除弹瘾 并且稳固 再加入珍珠和西角 就像是指挥战斗的主帅 需要注意的是 冰片是由洋外老沙木浸泡而成 不可用于水中 否则会产生有害的火气 紫血丹方去掉了黄金 这个方计的配方 不再包含黄金 紫血丹的配方包括 滑石 石膏 含水石 磁石水煮制 然后加入羚羊角 木香 西角 尘香 丁香 生麻 圆餐 炙干草等药材 所有药材都要捣碎 然后煎煮 加入破销和销石 最后加入沉沙和射香 调成药丸 退火器 冷水调配 这个方计认为 石膏 磁石等药材 可以立水火 通窍门 磁石和圆餐 可以滋补干肾阴虚 西角和羚羊角 可以泄心胆之火 丹草可以与其他药材 一起疗毒 缓解干火 所有药材都有降火的作用 而生麻独特 先生后降 丹沙的颜色是红色 可以补充心火 内含拱 有补心体的作用 可以用于安定 各种药材有不同的气质 而销石之类的药材 有特殊的质地 因为其水鲁结成 性质俊极 而易于消散 可以泄火和散接 菊芳制宝丹芳的配方 包括西角 珠沙 琥珀 带帽 牛黄 射香等 将这些药材与汤顿化 制成丸剂 每百丸装一辣户 这个方计认为 各种药材都能够补充心体 通心用 排除会谐 解热解 共同产生 整顿和调理的功效 总的来说 安公牛黄丸 最凉爽 紫血丹次之 质宝丹再次之 主要治疗相似 但各有特点 根据症状进行选择 第十六节 结完 会儿 再次之后 回到这些药材 都能够补充心体 再次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